一個被打成重傷的被害人 竟然還要被違法濫權的警察 提高傷害 幸好法官名查求好 還我一個侵犯 得知判決結果 激動之情易於言表 因為特戰散兵退伍的黃先生 在二零二二年九月 在自家附近 被三重分局一名翁姓避疫原警 誤認為通緝犯要盤查逮捕 但對方沒有穿制服 第一時間也沒有表明身份 黃先生還以為自己是碰到搶匪 奮力抵抗 兩人扭打成一團 之後黃先生被壓制逮捕 臉部手腳多處受傷 警方事後才發現抓錯人 不過當時原警認為黃先生 也有出手攻擊 雙方互告傷害 二十五號一審判決結果出爐 新北地院認為翁姓原警 身為國家執法人員 因應一身作責 卻借職務造成民眾受傷 嚴重減損人民對執法者的信賴 以傷害罪判處他五個月有期徒刑 另外強制罪則判處拘役十天 對此三重分局則表示尊重法院判決結果